晚安 歡迎其實鎖定10點不一樣 我是秦林謙 趕快帶您來關注康瑞颱風 目前的最新動態 以及各地的狀況 首先來看的是台北文化大學這邊 風雨還是很有感 學生走在仇人坡 都被吹得東倒西歪 晚間的最新情況交給記者王無香 好 記者目前人就位在台北的文化大學後門 而這裡就是學生們的美食街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其實雨是有變小 基本上是沒有雨的情況 但是風還是非常的強勁 我們可以看到店家的招牌 甚至都被吹落掉落到地面上 他們還必須要用盆栽先壓住 因為就怕這個正風一來 很有可能招牌就會飛起 雜傷人發生意外 而且我們再往下走 我們可以越來越感受到 這個風勢有越來越強勁的情況 因為受到這個康瑞颱風的影響 所以文化大學呢 這個風勢是非常的明顯 而且呢就快要接近這個文化大學後門的這個仇人坡 而這邊呢風勢也越來越有感 我們還可以看到旁邊的店家 他們的鐵皮屋呢 甚至的有被吹落的情況 還會發出一些聲響 其實看起來是有一點讓人會害怕的 而且呢其實學生們如果要走在這個仇人坡上 這個風勢是非常的強勁 震風呢其實最高有來到八到十級這麼高 另外我們再看旁邊 其實因為這個風非常的大 所以其實機車 有些機車都已經被這個風吹到東倒西歪 另外呢我們還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旁邊電線的部分喔 這旁邊電線的部分呢其實也有被吹落的情況 因為呢這個仇人坡這邊呢這剛好是隱風所以呢 所以其實風勢是非常大的 雖然目前呢康瑞颱風 有逐漸往外海的方向移動 但是呢其實在文化大學這邊 還是可以明顯感受到風勢 不過因為明天文化大學呢 還是要正常的上班上課 因此呢學生們其實也會擔心說 走在這邊有點危險 所以後續呢他們到底會以線上方式上課呢 還是到班上課都一切還要再等 消防通知 好再來看康瑞颱風威力驚人 多地也傳出災情 花蓮市區知名的臭豆腐墊旁的事務所招牌 被大風吹先 新竹的電子遊藝廠大型的招牌也被吹倒 還砸毀了三輛轎車跟一輛機車 一整排米色大型招牌 扛不住康瑞強風吹襲硬身倒下 砸毀停在旁邊的三輛轎車和一輛摩托車 因為招牌幾乎全毀 建材碎片散落範圍不小 救援隊抵達現場後先拉起紅色封鎖線 這起風災事故發生在新竹市區 西大陸世界街口 募集民眾說倒下的是電子遊藝廠的招牌 事發瞬間發出巨大聲響 很多人都被嚇了一大跳跑到戶外查看 招牌落難事件也發生在花蓮市區 在狂風暴雨長時間清洗下 知名臭豆腐店旁的一間事務所招牌 被吹到大街上 就怕招牌再被吹飛發生意外 事務所援援冒著大雨到街上收拾 先把招牌對折後再拿到室內 玉里國中門前大馬路 多棵露樹被風吹倒 樹葉樹幹散落一地 往旁邊民宅看也很慘 一堆雜物被吹到門口 風勢雨勢還沒減弱 實在很難清理 康瑞颱風暴風圈笼罩全臺 多地也難逃 零星災情 TVBS新聞高志宏 陳世銘 華蓮新竹采訪報導 桃園這邊也是有強勁的風勢 那麼在機場就有狀況 星宇航空一架班機 在傍晚五點多準備降落的時候 出現海豚跳 嚴重不穩的狀況 讓民眾很驚響 機場跑道出現一架飛機 準備降落 但接近地面的時候 出現了嚴重晃動 像是海豚跳一樣 機翼還差點觸地 第一次那個輪子感覺好像降落 這樣動一聲的時候 我們大家就很開心 大家都在拍手 對 但因為它又飛上去了 又繞十幾分鐘 第二次下來 大家一開始就都不太敢動 然後有盤旋了 就是好幾天之後 然後到來往前飛又在盤旋 然後第一次降落沒有成功 然後第二次才成功這樣 機上乘客體驗驚險一瞬間 直說真的嚇到了 不少民眾帶小朋友搭機 當下很多孩童都哭了 十月三十一號傍晚五點多 新宇航空JX871 從沖繩飛往桃園機場的航班 抵達桃機出現狀況 因為抗日颱風帶來強勁風勢 降落時出現不穩情形 當下立刻拉起重飛 最後在晚間六點零三分安全降落 幸好機組員跟旅客都平安 新宇航空表示 已經主動通報主管機關 後續將對飛機進行 詳細調查 不過不只這一班飛機 乘客用手機拍下 飛機搖晃相當顛簸 還有人忍不住叫了出來 因為桃園地區普遍出現 十到十二級陣風 不少淘機航班被影響 不是轉將 就是重新進場 甚至還有折返的 其實機場工作人員 一整天忙不停 還要在風雨當中 努力固定綁好空橋 就怕設施會損害 影響旅客安全 康瑞颱風讓所有搭機旅客 都感受到強風為力 TVBS新聞 林志偉五居神皇凱敬桃園 從這裡明天的上班上課情況 那麼除了連江縣之外 全台的二十縣市 包括基隆台北 新北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彰化南投 雲林 嘉義 台南高雄 還有屏東 宜蘭花蓮 都是要上班上課的 不過有部分地區 是停班停課 我們也帶您來了解 包括像是新北市的烏來區 桃園的復興區 台中的和平區 南投縣的仁愛鄉 信義鄉 還有嘉義縣的阿里山鄉 以及嘉義系頂光華 中和中心 人和國小 高雄的桃園 納馬下 茂林 六龜 甲仙地區 屏東的霧台鄉 宜蘭的南澳鄉 南澳鎮南牆里 以及朝陽里 花蓮的秀林 豐濱 萬榮 浊西 玉里 富里鄉 還有台東縣的物路村 利稻村 海瑞鄉 以及相關的新武部落 都是停班停課 這是我們提供給您的最新消息 好 繼續呢 再帶您來關注的就是 最新的颱風動態了 因為目前呢 這個風雨啊 似乎在外頭 還是感覺呼呼的吹 對北部 尤其是踏台北的影響 是不是破了很多的紀錄 宥璇 好 趕快來看到呢 今天晚上開始 我們一直講這個風雨 從東半部會慢慢的減弱 不過呢 其實在北台灣 特別是在這個基隆北海 還有宜蘭地區 仍然是可以感受到 這個風強宇宙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 整個康瑞颱風 雖然是出海進入到了 台灣海峽部分 但是因為呢 它還是有一些環流 造成這個東風 甚至是南風的關係 特別是因為吹南風 導致這個角魚效應 所以呢 在這個基隆北海 還有宜蘭地區 主要就是因為受到了 地形的影響 這裡的風力 非常的強勁 有可能來到時機以上 而今天晚上 特別要留意了 除了在北部以外呢 特別就是要來看到 中南部今天的雨勢 從晚上開始 就會越來越明顯了 就是因為康瑞颱風呢 它的環流還是非常的大 而且尤其是因為 轉圍吹西南風的關係 就會把這個風雨 給不停的帶上來 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 清晨來說呢 東半部先是減弱了 但是北台灣 還有特別是在 中南部地區 反而是今天晚上 風強宇宙的 所以明天呢 雖然說到了白天開始呢 整個中南部 才會慢慢減弱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大家 到了今天晚上開始 還是盡量的待在家裡面 會比較安全 好 繼續要再請教宥宣喔 就是這個10月真的很特別 月初的時候有山陀爾 而這回呢 又有康瑞颱風 那麼接下來11月 難道還會再有颱風嗎 繼續請您觀察 好 我們先來幫大家統整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康瑞颱風呢 它的暴風圈是非常大 所以對於全台灣來說 都會是非常有感的 當它登陸的時候 七級暴風圈是達到了320公里 其實僅次於這個1998年瑞伯颱風 當時是350公里 但是瑞伯颱風並沒有登陸的 而且這一次康瑞颱風 其實是歷年10月最晚登陸的颱風喔 那麼呢 其實包含它這一次所創下的紀錄以外 到底有沒有可能 雖然是它已經最晚登陸了 但是康瑞颱風難道是 今年最後一個颱風嗎 目前還是有一些不確定性的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有專家特別提到了 尤其今年的海溫上升 再加上整個夏天的太平洋高壓 相對是比較弱的 但是是什麼樣的原因 導致這樣子的結果呢 是因為大氣環流的模式開始變化了嗎 還是因為人為的全球暖化 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數據來佐證 但是由於呢 這兩個效應呢 導致了今年颱風往北方 清洗日本的機會是大幅提升的 而11月到底還有沒有可能來颱風呢 因為明天就是11月1號了 過去是有的 包含在2003年還有2020年 這兩個颱風呢 都是比較靠近台灣 也是有生成的 特別是在2004年12月的時候 納馬都颱風甚至是 還有登陸台灣的紀錄 所以到底康瑞颱風 是不是今年最後一個颱風 我們後續都還要再持續的關注 以上就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好的我們謝謝佑璇 繼續再帶您來總整理 像是康瑞颱風 在今天下午的1點40分 它是在台東的成功登陸 但是登陸沒多久 其實颱風也就消失了 從強烈颱風 減弱為中度颱風 但是這次的康瑞颱風很強 影響範圍也很大 是標準的胖颱風 南風澳海邊掀起巨浪 白白浪花一波又一波 康瑞颱風笼罩台灣本島 外圍暴風圈席捲花東地區 台11線沿海捲起長浪 陸數連根拔起 放眼望去地面全是樹幹 強台康瑞影響不容小覷 暴風圈觸陸後 全台各地風雨增強中 北部級東部呢 從今天早上開始呢 風雨就逐漸增強 同時也為大台北地區 帶來時機震風 在士林積合路呢 三百項這裡 陸數就連根拔起呢 直接橫躺在馬路上 截至中午十二點 北市府收到兩百六十六件災情 其中陸數倒塌就有一百四十三件 強台康瑞三十一號下午一點四十分 在台東成功鎮登陸 暴風圈半徑達三百二十公里 是標準的胖颱風 超過二零五年蘇底勒颱風的三百公里 也是繼一九九六年賀博颱風後 最胖直撲台灣的強台 當年的賀博颱風 暴風半徑是三百五十公里 那康瑞颱風是三百三十公里 所以說它已經是從 以有登陸的颱風來算的話 它已經是從賀博颱風以來 登陸的這個範圍最大的颱風 是在過去二三十年來講的話 沒有這麼大的一個颱風 那直接影響我們 那麼跟這個賀博颱風的一個等級 其實應該是算差不多 那只不過康瑞颱風 其實它登陸的時候 其實它的強度 還是以強烈颱風的姿態在登陸台灣 所以在登陸點中心附近 大概一百五十公里左右 也就是花東這一帶 要留意它的這個風雨會越來越強 因為它最強的這個十級風圈 正在逐漸的在接近花東這個地方 但康瑞颱風登陸後 會受到地形破壞減弱為中台 今天到明天清晨是最接近 台灣影響最劇烈 這次颱風很強範圍也很大 南雨最高達十七級強陣風 每秒五十九點一公尺 河環山最大陣風也達十七級 刷新河環山氣象站陣風紀錄 地面風雨持續增強 尤其在台東南花連 要特別小心破壞性十五級以上 猛烈風勢 這個康瑞颱風本身強度很強 而且範圍很大 然後再加上說 北邊有一些東北季風 跟它配合在一起 所以就造成就是風力的狀況 其實目前為止發生的 非常的明顯 在中心北側這一帶的話 其實都有觀測到十六級 或以上的這個陣風 已經有發生這樣子的這個情況了 那台北這邊的陣風 其實也都已經有八到九級以上 台北市區這個地方 外島的藍嶼跟綠島 已經觀測到有十七級以上的強陣風 隨著颱風中心登陸 颱風中心外圍的這個岩牆 岩牆附近常常都是上升運動 最大的一個區域 那隨後的強風驟雨 會在它的路徑上 陸陸續續發生 康瑞颱風是史上第一個 十月下旬登陸的強臺 氣象專家賈欣欣就指出 氣候上十月平均值只有0.3個 颱風輕臺 1998年至2000年及1973年至1975年 都是連續三年十月有颱風 十月跟十一月份侵襲台灣的這個颱風數目相對真的是比較少 上十月大概平均大概不到0.3 十一月更少直到0.1 氣候平均值 那表示其實在十月十一月之後整個大陸能高壓建立 所以北邊是高壓那麼颱風低壓它比較容易會從這個菲律賓旅宋島這邊由東往西走進入到南海 所以十到十一月颱風本身侵襲台灣或登陸台灣陸地的機率真的是不高了 今年入秋後山陀而談美康瑞颱風接力影響台灣秋台變化多端風雨持續時間比一般颱風長 就怕驚人的雨勢再度為台灣帶來災害 TVBS新聞黃冠偉留言宣台北採訪報導 好趕快帶來關心兩個現場中台康瑞在今天晚間出海了不過在宜蘭這邊持續的風強宇宙 有部分地區的民眾出現停電的情況我們趕快交給記者李宗澤 好 康瑞颱風已經出海了不過它的暴風圈仍持續籠罩著台灣 我們現在目前的位置在宜蘭東山這邊 你可以感受到我現在在現場的風雨仍然是遲分的強勁 而且是好沒有減弱的意思 就連我們剛剛說在採訪車裡面的時候都可以感受到採訪車是劇烈的搖晃 就可以說康瑞颱風的風勢其實是相當的強勁 而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在這邊呢 因為宜蘭東山這一帶目前據我們了解是有1200多戶停電的狀態 也因此我們剛剛採訪車要前進到比較深的地方 也就是富農一帶的時候 就發現說前面比較低洼的農田都已經是淹成一片的汪洋 而且你可以看到現場的風勢 現在這樣子吹可以看到農田裡面的水是漸起讓大大的水花 所以說現在這片道路是淹沒的狀態 我們是引渡著受困在這邊 而剛剛在稍早的時候其實裡面也有住戶 拿出他們的防水門來阻止說這個水進到他們家門裡面 我們帶你一起來停 我們稍微問一下 就是這邊現在是不是有停電的狀況 現在其實目前都在停電 大概7點20之後就全部這邊都停電了 對不對 那你們現在家裡怎麼辦 目前就是因為整塊要淹上來 所以我們就先把之前做的檔點檔門先架起來 因為不知道 到底還會有多久這樣 我們可以看到民眾似乎就是不敢大意這個康瑞颱風帶來強勁的雨勢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這個右邊的海水花 大牌其實現在同時也是宣洩不齊的 因為這個康瑞颱風帶來的雨量其實是相當的多 因此你可以看到這個大牌其實是已經淹起來淹到道路的狀況 而至於說停電到底還要多久 台電這邊則說他們會盡力搶修 以上最新 好 我們謝謝宗澤也提醒了外場的同仁 包括宗澤他們在現場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繼續另外一個現場再來關注的是在花蓮 花蓮域裡有車廂的鐵皮屋頂直接被吹掉 還砸中停放在路邊的車輛 而且這邊也已經停電好幾個小時了 再交給江宇曼 好 接著現在的位置就在花蓮域裡這一邊現場 都還是有蠻明顯的風勢 雖然說雨是比平時 比超早的時候小了一點 但是風都還是蠻強勁的 那風到底有多強 可以看到我旁邊這一整塊的鐵皮跟鐵架 全部都是從旁邊的車廂的屋頂給吹下來的 而且這個鐵皮它的面積非常大 有一些還是直接被吹到了前面去了 可以看到當時它掉下來的時候其實是有砸到車輛的 幸好是沒有砸到人 否則後果真的是難以想像 那我們可以看到到對面這一邊 像是這個二樓的住家 它的這個鐵窗是已經有被吹掉了 有些搖搖欲墜 那可以看到再往前 前面有那個招牌也是直接被吹歪了 可以知道說這個風是當時真的是還蠻強勁的 那我們來找到了里長 請里長幫我們講一下說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就中午過後那個風特別大 然後從對面的屋頂就飛來那個鐵皮 那有砸毀我們的那個那個採光罩 還有那個車子 車子回損的情況大概是怎樣 車子就是玻璃有破掉 還有那個旁邊的板筋都有一些回損 很幸好這一次這個鐵皮砸下來的時候 是砸到車沒有砸到人 不過我們可以往前看到其實前方都是漆黑一片 因為其實從大概中午十二點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有停電的情況 一直到現在這個搶修的工程都還沒有完成 那我們會持續在這個畫立玉璃現場 帶你掌握最新的狀況 好的 除了颱風的動態之外 還要帶你來關心國際焦點 首先來看的是以色列空襲加薩 一處大樓超過九十人死亡 其中包含了二十多名孩童 另外以軍也轟炸黎巴嫩的一座古城 碰得一聲竄起巨大火球 大量濃煙不斷往上衝 幾乎籠罩黎巴嫩東部古城巴貝克的天空 建築物焦黑冒煙 黎巴嫩歷史名城巴貝克 遭到以色列轟炸 淪為一片廢墟 在此之前居民已收到撤禮令 急促的喇叭聲 路上滿是逃難的車輛 當地的公民記者拍下撤禮過程 我們躺在後面的桌子 是個硬碟的桌子 聽聽 看孩子們 你還好 洪炸聲此起彼落 以色列攻擊造成當地至少十九人死亡 在以色列瘋狂打擊下 黎巴嫩總理三十號表示 有望在未來幾個小時或幾天內 宣布停火協議 以色列媒體也公布草案 可能初步停火六十天 以離交戰露出挺火希望 但是更慘的還有加薩 加薩的市場內一片混亂 躺在地上的已分不清是傷者還是罹難者 因為以色列在30號發動新一波轟炸 釀成至少二十人死亡 前一天才空襲加薩 一棟四層樓的住宅被炸成平地 這波對住宅的攻擊 炸死93人 包括二十五名兒童 連美國都譴責令人震驚 要以色列給出解釋 以色列造成加薩的災難 還禁止聯合國的救助機構 近東救濟工程處在以國境內活動 讓巴勒斯坦跟美國的駐聯合國大使都譴責 以色列造成加薩的災難 還禁止聯合國的救助機構 以色列稱哈馬斯滲透聯合國救濟機構 而不管是哈馬斯還是珍珠黨最大boss都是伊朗 上週遭以色列夜襲後傳出伊朗奉話 將在美國大選投票11月5日前 對以色列發動確切且慘痛的還擊 伊朗面臨是否火上交游的選擇 美國官員持續穿梭中東 尋求先讓黎巴嫩停火 並緩解架薩危機 TV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證實 穿著二軍制服的北韓士兵 正朝烏克蘭邊境前進 而且最先說法是北韓派兵的人數 可能增加到8.8萬人 俄羅斯軍車橫衝直撞 渾然不絕早被烏克蘭瞄準鎖定 但俄羅斯為了在戰場推進 仍然莽撞亂開 下場就是淪為烏軍火把全部炸光 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 這名19歲的俄羅斯士兵 也經歷相同命運 所搭乘的裝甲運兵車被精準命中 他整整等了兩天才獲得烏軍救援 其他同袍則已經氣他不顧 手拿干擾配備烏冬前線的士兵 入夜後繃緊神經 嚴防俄羅斯派出無人機 這裡其實是俄軍聲稱奪下的賽利多維附近地區 烏克蘭記者冒險挺進也碰上驚險過程 直擊附近炮聲隆隆 駐守該區的第68獨立狩獵旅 還得與時間賽跑補給彈藥 這次帶來了由烏克蘭自行打造的120公里破擊炮 烏東戰況危急 烏克蘭被迫宣布在三個月內再徵招16萬人 一方面也是要防範可能有更多北韓士兵幫俄國打仗 根據韓國媒體引述立陶宛非政府組織藍黃代表的說法 五軍日前已在庫斯克與北韓兵首度交火 但北韓兵最後幾乎全軍覆沒 唯一倖存者則持有俄國少數民族布里亞特人身份證 該組織也評估北韓派兵數可能增加到8.8萬人 烏克蘭現在除了要緊盯北韓 泽倫斯基也因為這件事不滿白宮 原來先前他曾在順利計畫中希望美國提供射程約1500公里的戰斧飛彈 然而政府機密又洩漏給了紐約時報 讓烏克蘭感覺不被尊重 周三烏克蘭首都基辅也響起空襲警報遭遇10月以來第19次的襲擊 當晚俄羅斯派出約62架的無人機來亂 一處基辅的公寓起火燃燒 幸好居民只有情傷 同天夜晚俄羅斯也估計重施朝東北部哈爾科夫發射航空導引炸彈 一處大樓因此直接被炸破大洞 烏克蘭證實至少一名孩童死亡 還有35人受傷 電新聞 綜合報導